陕西兴现九岁小女孩的墓葬 墓中金银财宝数不胜数 各种珍珠玛瑙玉石字画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可棺材盖板上的四个大字 专家看后直接贪染在地 开关即死 四个大字和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又是谁性设立如此诅咒 九岁女孩死亡的真相是什么 保持你的好奇心 跟着小编往下看 时间回到1957年 考古学家也没有想到开个关 还要遭受生命危险 原来是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 有个工地正在热火淘天的建设中 一说到这大家就懂了吧 工人一铲子下去 就直接挖到了一个随带的古墓 这墓葬数量之多也是没水了 立马联系了文物局 不一会专家就赶往了现场 经过鉴定之后 所有人的内心都非常欣喜 这是到现在发现的随带墓葬中 规格最高等级最高的 在随文帝时期 随文帝本身是一个极其节俭的皇帝 就算是自己的墓葬 也是非常的简陋 以至于墓葬连盗墓贼都不愿意去光顾 考古专家立马对这个墓葬进行挖掘 随着墓葬石果被打开 在墓葬的中间摆放的一个 巧夺天宫的石棺 竟然被雕刻成了宫殿的样子 在宫殿之上门框 窗台 所有的都是按照比例一一雕刻而成 在石门上还有精美的门钉装饰 和用来敲门的门环 可见其精致非常 石头雕刻的石棺为了更像宫殿 石棺的棺盖被雕刻成宫殿的屋顶 瓦片把马桶马一英俱全 就连瓦当之上都刻着了精美的花纹 为了让墓主人在地下 也有一个兽人服侍 在门的两边都雕刻上了侍女 充分体现了墓主人在生前 也是一个用冠奴婢的人 真实身份应该非同寻常 在石果和石棺的缝隙里 放置了一些陶涌和陶罐之类的陪葬品 石棺还没有打开 这些物体的出现和精美的石棺 都已经深深的吸引住了陶谷人员 正当专家们对此欣喜若狂 想要打开石棺的时候 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感到恐怖 在棺盖上的屋脊上刻有四个大字 开着几次 看到这一幕的专家顿时 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这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吗 怎么出现在现实里了 虽然陶谷队员不相信这种诅咒 可还是被刺激的冷汗之溜 墓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 竟然设立如此可怕的诅咒 整个石棺的大小非常的精巧 高1.2米 长度仅有1.92 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显然 不足以放进这个微缩宫殿中 墓主人的身份更加的扑朔迷离 而当考古人员打开棺盖之后 看到的景象却令人惊呼一声 棺谷内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陕西西安京县九岁的小女孩墓 墓中陪葬品价值连城 令人眼貌金光 正当专家欣喜若狂之时 开着几次四个大字映入眼帘 专家直接贪染在地 棺谷之中到底存在着什么 诅咒的背后又会是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 九岁小女孩的死亡又是谁造成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开关 才能验证 开着几次虽然让专家们心有余悸 但是考古这项工作本身 就存在着神秘色彩 沉重的棺盖被一点点挪开 所有人都伸着脖子 想要第一时间就看到里面的情形 随着画面出现在众人面前 棺谷内各种精美的陪葬品 就随意的堆砌在角落 在石棺的正中间 躺着一个小小的尸骸 看样子年岁不大 在尸骸的头部有一个头饰 让专家都震惊不已 这是一个极尽奢华的金冠式 头饰的主题部分是由 黄金制作而成的花朵 上百朵花都是由金丝和珍珠缠绕而成 好像感觉还能闻见花香 头饰最初采的部分则在于 花朵之上有一只多人心神的蝴蝶 好像正在随着微风缓缓的飞舞 即使已经过去了千年之久 依然是那么的璀璨 这是一件由宝石制作而成的项链 整个链条是28个金珠子组成 每个金珠子都是珍珠点缀 项链的吊坠都是宝石做成 除却金饰以外 墓中还有一个镶着金边的玉制茶杯 茶杯是由上好的和田玉制成的 整个茶杯的高度只有4.1厘米 在茶杯的杯口镶着一圈金边 让整个茶杯给人的感觉就是 古朴大气又具有华贵之气 这些陪葬品的出现 更直接地显示出墓出人的身份 绝非是普通的老百姓 但是在墓葬之中最令人震惊的陪葬品 则是眼前这个翠绿色的瓶子 这是一个玻璃瓶 因为过于珍贵 已经被国家列入禁止出镜展出 它更多的是考古意义大于它本身的价值 整个玻璃瓶瓶身呈椭圆形 是使用吹制法制造而成 这也就代表了在隋朝时期 中国玻璃制品已经是小有成就了 玻璃瓶检验结果显示 这个瓶子的质地和外来的玻璃质地 完全不一致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瓶 但是在当时它依旧是真品中的真品 小小的尸还经过检验 发现墓主人的年纪不过九岁 并且是一个小女孩 棺盖上的开着急死和小女孩之间 又有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关系 正当专家对小女孩的身份 苦思冥想之际 在墓室之内竟然出现了一块石碑 石碑上详细的描写了 墓主人的生平事迹 千年之前的真相也就随之揭开 陕西挖出了九岁小女孩的墓 墓中金银食品数不胜数 玉石玛瑙宝石全都是无价之宝 但当专家打开石棺时 却看见了四个大字 开关折死 直接吓得贪软在地 诅咒真的应验了吗 而九岁小女孩真实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在墓中出土了一个石碑 石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专家对其信心企图写道 女郎惠敬逊自小孩 大爷四年六月一日预计终于粉圆之宫 十年九岁 原来墓主人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名字叫做李敬逊 夭折的时候仅仅只有九岁 但是让专家疑惑的是 一个小女孩为何陪葬品味如此的奢华 专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找到了李敬逊的身份 李敬逊本身家世非常的显贵 祖父是北州的大将军 年轻的时候在北州当官 之后又和隋文帝一起打天下 最后官之写贺权亲朝野 但是对于李敬逊最重要的人 则是李敬逊的外祖母杨丽华 杨丽华是隋阳帝杨广的亲姐姐 是北州皇室的皇太后 生下了一个女儿宇文娥英 这也是李敬逊的母亲 但是杨丽华皇后的位置并没有坐很久 北州的天下就被自己父亲杨坚 给取而代之了 杨坚对杨丽华一直心存愧疚 毕竟她的丈夫死在了自己的手下 为了杨丽华的幸福 杨坚多次让杨丽华再挑一个好儿郎改嫁 可惜杨丽华却如同死史一般 再也掀不起一点波澜 直到李敬和宇文娥英的女儿 李敬逊来到了世界上 杨丽华才算是有了一丝呼吸的空间 杨丽华给了李敬逊极致的宠爱 无论自己去哪都会带上宝贝外孙女 而隋阳帝面对这个小女孩 也是宠爱的不行 各种无价之宝真品 只要是李敬逊想要的 就没有拿不到手的 一年夏天天气酷热 隋阳帝百嫁至避暑圣地 而杨丽华和李敬逊 当然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只不过谁都没有料到 小女孩的生命就终止在了这里 来到行宫之后 李敬逊不知因何原因 导致身体虚弱异常 许多名义为其救治 可是还是留不住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最后倒在了杨丽华的怀里 杨丽华悲痛欲穴 差点就要和外孙女一同离去 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错 那就是李敬逊的墓葬 为了厚葬自己最喜爱的外孙女 专门请石将雕筑了宫殿样式的石棺 并为了保证 孙女的墓葬不被人盗权 专门在石棺之上刻上了 开着急死 力求震慑那些盗墓贼的行动 棍果之内放上女孩生前 最喜欢的饰品玩具用具 这一切只是一个长辈的心意 为了不那么张狂 除此之外的所有入葬流程 一切从简 而这个墓葬也体现出了 当时隋朝鼎盛十七 只不过最后被拜家子的隋阳帝拜光了 对此你有什么见解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